中美兩國運動員 共同組建混酸比賽的團隊 來參加比賽 這已經成為當地的熱點新聞 你能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件事是怎麼緣起的 是怎麼促成的 其實當時也是 那天晚上和江總 我們一起在聊 中美乒乓外交 50周年紀念活動就說到了 其實中美的關係 江總也提到了 需要政府和民間 兩個輪子一起轉 在50周年紀念活動 前面咱們策劃的時候 基本上還是以紀念和晚宴 等等這種活動來去推動 我想如果說在士兵賽 這樣最高級別的賽場上 推動中美兩國的乒乓健兒 共同並肩作戰 這比這些活動可能來得更生動 更立體 讓大家更關注 因為這樣的話可以推動兩國人民友好和友誼 同時還可以調動兩國對乒乓球的熱情和激勵 跟國際平聯的CEO 史蒂夫和他們的團隊 我說了這個想法 當時說這個想法之後 他們聽得也很興奮 這真是一個好的想法 但是國際平聯還有規則 他們要查一下規則怎麼去弄 然後還要徵求所有職位的同意 才可以執行這樣的規則 當時離第二天早上抽籤的截止還有十分鐘了 他們說你們中國評協和美國評協先寫一個報告 我們寫了一個報告 國際平聯團隊也是讓我們非常感動 一直折騰了一夜 因為畢竟在疫情期間有些職位在美國 有些職位可能沒在美國還有時差 但是他們需要每一個職位來去支持來去同意 但是我想大家不可否認的 全世界都在關注中美兩國的關係 如果通過乒乓球 這個小小的載體這項運動 如果使乒乓鍵耳能夠在賽場上 能夠傳遞兩國人民的這種友誼 兩國球員的互動 能夠帶動起來 大家都覺得這是乒乓球歷史的這種榮耀 所以經過所有人的努力 最終周美混合雙打配對能夠實現